嗨,大家好,我是猫力,欢迎来到猫力的厨房 今天我们来做一款不用发酵也不用揉面 烘焙小白也能轻松掌控的丝糠 海苔香葱肉松火腿丝糠 这些是制作丝糠所需要的材料 首先我们准备面粉180克 加入盐3克 糖15克 泡打粉5克 把所有的粉状材料翻拌均匀 加入软化的黄油粒60克 这里我把黄油切成了小粒 方便一会儿我们的操作 双手洗净 用手把黄油和面粉搓散搓均匀 就这样耐心地揉搓 搓至面粉呈现出浅黄色的颗粒就可以了 这时我们倒入鸡蛋液30克 牛奶60克 稍稍拌匀 成一个比较规整的面团 这时我们可以加入切碎的火腿粒 肉松 小葱花 和海苔碎 继继续用手或者是铲子 把这些材料和面团翻拌均匀 直至翻拌到面中有料 料中有面的加劲 翻拌成这样就差不多了 盖上保鲜膜 放进冰箱里 冷藏30分钟 30分钟后我们取出面团 用手轻轻按压成2厘米左右厚的面团 然后用刀切成8个等份 此时我们可以预热烤箱180度 烤盘上放一层烘焙脂肪粘 把我们切好的丝糠 马放在烤盘上 每个丝糠之间都保持一点距离 最后在每个丝糠上面 涂抹一层鸡蛋液 20多分钟后 外酥内软的丝糠就烤好了 刚出炉的丝糠犹如吸满了阳光 金灿灿的非常漂亮 一口咬下去尽是咸香与满足 清新而且不油腻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海苔肉松咸丝糠的做法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我是猫力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